整套月子餐 三菜一湯 有菜 有肉 有海鮮 還會附上新鮮水果 不過這碗湯一打開 竟然正在坐月子的媽媽 倒胃口 腰一塊咬下去 然後軟軟 然後軟軟的口感不對 吐出來 從湯裡把腰子通通撈出來 產婦說她看了再看 怎麼帶有粉紅血色 腰子根本沒有熟 當下覺得噁心 立刻吐出來 然後像不新鮮的海鮮 蛤蟆然後蝦子 還有那些都是有臭味的 投訴的媽媽說 一餐吃下來 不只吃到生腰子 海鮮還有不新鮮的怪味道 而且用的是碎腳肉 還曾出現火鍋料湯 一天三餐加上兩次點心 一個月收費24萬 竟然是提供這樣的餐點 我知道媽媽他們 反映這樣的問題 我們也很積極的 去跟我們的廠商 去做一個溝通 產婦說不只月子餐 令人失望 她的寶貝兒子還感冒了 看感冒然後打在裤子 沒有人臨 這件衣服都穿起來 都住起來就壞了 寶寶住在育嬰室20多天 突然感冒流鼻水 產婦懷疑隔離措施 沒有做好 生病的寶寶跟健康寶寶 只用屏風隔離 而且人員進進出出 防護不齊全 既然我寶寶生病了 那你是不是應該 要去做一些措施 去保護我的寶寶 跟其他的寶寶 他們也沒有 寶寶都會是在 造紫的保護之下 那所以我們的隔離做得夠大 醫生也經過評估 這樣是沒有傳染的危險 業者的回應 讓投訴產婦到現在 都無法接受 最後還是決定 一樁告到衛生局 希望相關單位出面調查 這黃湘錦 王一超 台中報導 消lares 健康寶寶 under 至於 戲就有了 suits 谢谢大家